今天我们来贴这个磁件 我们这个已经换好地板钻了 这个地板钻是平了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切 有人说呢 有的老体贴直钻器贴得特别快 一天贴个五六十方就很轻松了 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讲究的 如果方法不对的就贴得很慢 如果方法对的贴个五六十方的 不常管贴啊 像我们这样子铺了地板钻的 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贴 贴了这块然后再贴这块一排 贴完酒这一块 然后再往那贴 这样贴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贴第一个就是这个瓶水 不会有偏差不会说不垂直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做到这块钻是平的了 它就是绝对垂直的就不会不垂直 假如那我们一行一行往上贴呢 它就有可能不垂直 如果不垂直的有一点点的 像这样子往那边滴了 滴了一点点的话呢 那你就一行都要切砖 切砖至于很多时间就切不快了 要这样就说 我们在那垂直就高了一点点的话呢 你再一路过去都会有路角情况 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子贴完了下面这一行 就能够保证它不会路角也是比较平的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一行 然后往上贴的时候 出现了有那个缝口不对的 那个角度大小的 我们就比较容易调整 但是你一行一行往上贴的 你那个就根本就调整不了了 因为下面踢板踢是铺的 你只能够割圈的 所以说呢我们用对的方法 贴的就是这一块